你沒看不到 這裡的座山人都是小朋友 為了要讓小朋友知道每個月 都是座山人辛辛苦苦蒸出來的 南道館超頓頓農會 特別基板學生小孩 補充多人 讓他們來體驗補充 有人說要讓小朋友了解 擦秧的一個辛苦 我認為說現在 我們要珍惜我們的食物 台灣是個很特殊的地方 我們稻米生產過剩 但全世界都是涼發 我是希望說 藉由體驗了解農夫的辛苦 讓他們來養成 節約能源 享受在地美食 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的習慣 讓學童愛護這塊土地 愛護自己生產的糧食 讓多食用菠菜的稻米 兒童了解農民的辛苦 要歷歷皆辛苦 所以要聽哨我們這塊土地 每一個小朋友 為到這次的補充體驗 大家都做到萬全的準備 地庫、地圓、七冬的民間 神智連累都有準備 看他們這麼專心在補充 相信他們一定都覺得 這次的活動很趣 我覺得蠻特別的 而且雖然有點噁 但是可以體驗到農夫的辛苦 農到其實還蠻累的 下次如果還有機會 還想不想再體驗一次 想 這次的補充活動 小朋友都算得很開心 校長表示 這次的補充活動 只是一個開始 以後也有受傷提案 讓這些孩子參與整個過程 未來會有一些美食料理的家學 讓他們了解美食文化 這次的補充活動 超頓部都 小朋友都在天上